吃蜘蛛要是一名富伯勒 他当警察的目的居然不是为了除暴安良 而是想偷偷的猎杀狼人 晚上 男人正跟阿诺学一健身室 结果一个没注意 把50磅的哑铃给扔飞了出去 他刚走出屋子剪哑铃 结果下一秒 房子直接发生了爆炸 男人在这原地淡定了吃溜了一口 第二天 大壮警人就来到了现场 他一眼就看出了男人是狼人 大壮有点震惊 因为眼前的狼人性格十分的温顺 据男人透露 上个月 他的哥哥五子刚发生过爆炸 哥哥被当场炸死了 这让大壮意识到 爆炸事件肯定有问题 他们回到警局 佛伯勒告诉两人 爆炸的原因找到了 是因为天然气阀门被腐蚀 导致天然气泄漏发生的爆炸 而他哥哥的房子 是因为天然馆被老鼠咬祸 难道真的如佛伯勒所说 这只是一种巧合 佛伯勒告诉两人一个消息 说这两兄弟都上了一份高额的保险 大壮一听 连一来调查收医人是谁 结果刚停好车子 就突然冒出一个女人 夸张一下 把大壮给拽出了车外 现在评论区发送交换夏天 就会随即出现一个交友盲壳 快开开你交的是啥吧 没当大壮反应过来 话诈又是一个虫装 把大壮按在了地上 觉得当女人准备吓死手时 好像被啥吓到了一样 停止了攻击 原来他发现大壮是隔离 这事 狼叔和他的朋友也纹身赶来 其忙阻止了他们的战斗 原来眼前的女狼人 是男人的亲姐姐 也是狼叔的女友 两人感情十分的亲近 在五八童城上 买了一套大房子享受生活 在得知保险的受益人 是姐姐时 大壮怀疑案件是狼女做的 这把狼女气坏了 冲上去就想给大壮一嘴巴子 狼叔告诉大家 他可以用人格担保 狼人是永远不会伤害家人的 第二天 男人被敲门声吵醒 他以为是外卖来了 打开了房门 结果下一秒 一把手枪指了过来 男人连中四枪为了一盒犯 等男人姐也赶来 这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屁型的小帅发现 狼女的衣服上沾有血迹 于是他们对狼女又增加了怀疑度 学问他身上的血迹是哪里来的 狼女一生气 直接把衣服扔给了小帅 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狼女衣服上的只是兔子血而已 并且狼女的指纹 和兄弟两家天然气上的指纹也不一样 可意外的是 他们发现狼女的指纹 居然和两年前的一起双重谋杀案有关 受害者也是两兄弟 更巧合的是 这两个死者居然是福伯勒的家人 大庄瞬间动了 这很有可能是一场报复事件 于是 大庄第一时间找到了福伯勒 尝试用两年前的案件刺激他 结果没想到 福伯勒直接现场变了脸 一瞬间 大庄明白了 原来这又是一场猪妖和狼人的种族纷争 只见福伯勒持枪来寻找狼女 可此时的狼女并不在家 好在猪妖比较奖励 只是为了给家人报仇 并没有想要杀害其他的狼人 转身离开了这里 晚上 大庄来到了福伯勒家里 屋子里空无一人 浴缸里被倒满了水泥 大庄刚想离开 下一秒 猪妖就从浴缸里冒了出来 大庄被吓了一跳 原来 起泥巴早食猪妖们的习惯 虽然眼前的猪妖并不坏 但是他为了复仇也杀了人 所以大庄还是准备逮捕他 就在这时 一个影子出现在了这里 虽然男人体型高大 但是由于种族的压制 男人被连续咬了好几口 严重的猪妖就要去求是 大庄及时阻拦 对着狼妹的后腰救折一下 狼妹转过身子 想要攻击大庄 结果被猪妖一枪给放倒 他想二次补枪 也被大庄给阻拦了下来 没想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就被狼女给逃跑了 可故事的最后 猪妖福伯伦还是被大庄抓了起来 随后 他给狼叔打去电话 想要让他帮助自己找到狼女 结果被狼叔果断拒绝了